羅姆尼又串奧巴馬狂抽中國水 看多段片就知道又是花神多多的他的傑作 這段片除了狂插總統奧巴馬軟弱 還要抽中國水 哇!搞到美國人沒得撈 又說是侵犯知識產權的源頭 還要將中國列作貨幣操縱國 動作多多了 無非是想爭取美國製造業支持 不過他口口聲聲要補美國人飯碗 但是由他創辦公司 約了另一間汽車感應工廠的大股東之後 竟然將一條生產線搬到中國 打爛了很多人的飯碗 他說是退出了管理層 不過也很矛盾 同樣打中國牌 奧巴馬就聖水好得了 專門避受中國威脅的俄去俄洲 宣佈以肯世貿投訴 中國非法補貼汽車和汽車零件出口 雖然納馬尼也會到這個州 但是遲了 所謂快人一步 你想達到嗎? 被人踩到心口 中國官方環球時報就發平論還擊 說不應該將中國妖魔法 又暗寸他們過分表現自己 奧巴馬和劉姆尼之後會有三場選舉辯論 第一場下個月三後就會在丹佛市上演 在那裡 到達到台灣 現在有一次去俄中 以為是很無敵的 舊頭馬尼也會在那裡